體驗 嬉14 vera 擊掌 右上辣 駕撐 海阔近회 喝喝倒些书吧 好了 你好慎重喔 對啊 特別花了大錢 去發零食 而且你把他們家三樓都包藏了 厚包啊 海闊真的是很闊欸 超闊的 那你剛剛看他房間你覺得怎麼樣 跟你想像中嗎 能在台北有這麼 這麼獨棟然後這麼大的房間 真是不簡單 省出來的 看來我不要當業務員的 我應該去選地長 你太瘦了要不要吃烤啊快吃 我現在已經吃了幾公斤 我們有一個故事 大家給我講 沒有沒有故事 你知道為什麼他要尊重 他其實是為了我尊重 他不可以講 他為什麼為了我尊重呢 因為有人跟他說 不要看起來都被你撞 到底在羞辱我 還是在說大 然後他就為了這句話 吃了十公斤 我非常感謝你 謝謝你 現在還不吃 現在要超過 你人真的很好 我沒有遇過這麼好的男人 叫草莓 為了我吃胖四公斤 然後就是整個 花絮都是他來吃 是不是很解啊 你們兩個在 不會啊 蠻好笑的 而且爸爸直接 這個叫做情敵 他是我前世的女友 他是現在來搶的 爸爸剛剛好 反而就是 爭快了我們的事物 他直接給我看 他小時候的邏輯 真的耶 爸爸的助攻 他其實 其實在助攻 你都會去女朋友家 看照片的嗎 不然你進去會看什麼 看內褲啊 一定是看照片啊 一定會想要了解 遇到他 遇到你之前 他是什麼樣子 因為那個在他的家才會有 好像我想回到 看內褲 還是提醒 你說把衣櫃打開 看看他的內褲 有什麼款式嗎 不能亂翻 真的很容易就翻到 好多的內褲 欸 如果都好看 那如果是翻到別的男生的內褲 你會炸掉嗎 不會啊 我就說 欸這是不是可能你爸受受 或是前男友 你不會生氣喔 我怎麼馬上去拿去丟掉 燒掉 還是你要穿 其實其實你 其實穿前男友的內褲 太奇怪了吧 那我也會尊重 我也會尊重 但是我會說 我買新的男生那個人 你很大方耶 如果他興趣的話就尊重 誰的興趣穿前男友的內褲 我不知道 超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